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菜是我的工作 也是我的生活 如果可以的话 我几乎一天三餐都会自己打理 所以这一次很高兴 有机会筹备我的工作室 让我可以在这里工作 也在这里生活 在规划卧房的时候 我希望这里的色调 可以沉稳 可以内练一点 让人在休息的时候是 是一种彻底放松的感觉 在厨房中岛的部分 我额外延伸了一小块的吧台出来 然后在下面也放了几张吧台 我还以 这个厨房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它是彻底开放的 其实在设计这个厨房之前 我脑袋里 有非常方便 随手可得的层架 是必要的 我在上面可以放我 各种做菜需要的香料 或调味料 我始终很着迷这种 一边做菜 然后人家坐在我前面 那种跟我互动的感觉 是很令人着迷的 我也在IKEA跳到很多 很棒的上墙的挂钩 那我非常喜欢这种挂钩 因为你做完菜 你洗完的时候 你的锅子盘子 你就随手一扔 它就放在墙上 时间到后就干了 我非常喜欢IKEA 抽屉滑轨的设计 我会希望 我不用浪费任何时间 去关抽屉或什么的 而且还在关上去 那个自动合起来 那个瞬间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 特别让人 让人着迷的魅力 设计这个客厅的时候 因为这个地方采光 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希望它给人 一种很明亮 然后是一种很有活力的感觉 那我整个配置也很简单 我有一个厚厨房 有一个我每次用起来都非常爽的中导 然后一张简单的木头饭桌 就这样子 那在墙面上呢 我设计了一整排的橱柜 跟我的书柜一样 它是开放式的 我非常喜欢这种 一眼走过去你可以直接 直接选择我要的盘子说 这道菜就用你来配 而且我总觉得多多少少的 跟我的个性有关系 我总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 很容易被一眼看穿的人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说 为什么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这么的重要 其实我觉得它最棒的 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真的让你跟你的朋友 是没有距离的 在没有开放式厨房之前 我会一个人在客厅还有厨房 来来回回穿梭 那其实很多时候 你就少了跟你朋友 互动的那一个 最美妙的时间了 那现在有了这个开放式的厨房 你可以跟你朋友一起在里面做菜 你们之间其实 其实没有那一种隔阂了 那这个厨房 这个工作室 我觉得 如果可以跟你身边 很重要的朋友 很重要的家人 很重要的另外一半 一起在这里工作 一起在这里生活的话 对我来说就是最美好的事了